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的红被打上标签 这是一份认可与肯定,顶流中的清流 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王一博一早就发文庆祝 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国家 100周年,共青春,我们不负韶华,青春正好 如果说娱乐圈中的顶流,如此被主流认可的一位 想必王一博首当其冲了吧 在这个五月的开始 他带来的这股正统的红,给人一种十足的青春能量 都说娱乐万象,错综复杂 可是作为红道顶流的人 必然是具有号召力跟实力的存在 才能更好地把这份红利转化到该去的地方 无疑,王一博的这份红,被打上了主流的标签 是一份对于青年人的肯定跟认可 这是为了更好地让这个年轻人 从自身实力出发 更好地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引导 这是一个盛世复兴的中华 年轻人如今在关注娱乐的人占比超高 全面都在娱乐氛围下了解世界发生的所有 所以一个正确的三观指引 才能让人从中受益,积极向上 作为当下C世代的代表性议员 王一博无疑是备受主流认可的那位 从《我的时代和我二》中 作为娱乐圈的艺人出现 到如今的《红歌》一手接一手 从《青春恰时来》到《青春宇宙》 大大小小的主流晚会 都能看到王一博的身影 再就是如今被人津津乐道的作品 主流证据题材资源更是一步接一步 从《冰与火》中饰演《基督警察》陈宇 到《维和防暴队》的《维和特种兵洋镇》 再到《长空之王》中的飞行员雷雨 再到《我和我的青春中之教老师陆阳》 这些代表剧中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在主流题材中 明显成了那个被选中的人 这也是为何伴随着王一博的话题会这么多 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一个爱斗出身 却能够走到如今的位置 多少人羡慕的同时 也不免极度地存在 毕竟如此正的一个人 好资源清洗 深受大众喜爱 放到谁身上都会不免被拿出来讨论 可是大众却忘记了一点 王一博虽然凭借影视作品出圈爆火的 但是人家的业务能力却十分出圈 皆无有目共睹地大获好评 热爱的小众运动 都透出很专业的水准 这才是大众如此喜欢王一博的所在 因为他的实力足够配得上这份流量 王一博热爱的事情 都积极向上充满了当下年轻一代的特色 这也是为何他的红 如此深受主流认可 热爱街舞 成为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让多样化舞蹈被大众所熟悉 喜欢滑板 成为中国滑板运动的推广大使 通过各种的综艺 宣传滑板 更是不断在社交平台展现其中的乐趣 喜欢摩托 更是成为专业的车手 驰骋在赛道中 更是用自己的态度 表现了体育精神所在 这份红被打上标签后 更多的是一个青年人在自己的专属领域中 发光发热 他们用自身的实力跟热爱 做了一个很好的引领力 更是一股清流 让这个复杂的圈里多了一份美好 你觉得呢 我们下期再见